这期继续讲预示第53篇,虽然楚天祥年轻,但思想和行为基本还属于老派,相对新潮而言,他似乎更传统一些。 自从上了大学,他已经非常了解互联网的相关知识了,学校里整天都是这种讲座,但标题到内容有些都是大相径庭,这门新兴的行业吸引了太多人的眼光,也导致各种想法层出不穷。 他低声问边上的姚总,这位姚总是做什么生意的?姚总对楚天祥一直很好,他的煤矿都卖给了陈正生,现在全力深耕卢北省的生意,说道。 我也不太清楚,好像是做游戏什么的。我跟你说,天祥,还是传统行业牢靠,吃喝拉撒睡,这是民生,干什么都比玩穴头强。 声音大了点,霹雳池鄙夷地看了姚总一眼说道。 姚总,现在是互联网时代,要跟上形式,概念就是钱,一个好点子好创意,比你盖一百栋大楼都赚钱。 这话有点瞧不起的味道,姚总也是成名已久的人物,你一个小年轻的,刚到京城就这么张扬,情商太低了。 哈哈,那你给我出个好点子好创意,我送你一百栋大楼。姚总有点呛茶说话。 霹雳池一愣,他就是就是论事,没想到姚总顺干爬,直接把他话堵住了。 气氛有点尴尬。 连锁老板李春风连忙打岔说道,老朱,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喜事?怎么还喝起了白酒,说说听听? 朱先生笑着说道,喜事当然有,但就是不能说,你就替我高兴就行了。 神神叨叨,那就喝一个,来,大家都干了。 放下酒杯,朱先生说道,过几天我要去M国一趟,有点事情处理,大概一个月吧。 李春风说,别乐不思蜀,赶紧回来,没你我们很不快乐的。 美国经济现在形势非常好,说遍地黄金都不夸张,有机会还是得在那边发展。 皮力池说道,而且,互联网已经进入美国的各个角落,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信息革命,而信息革命首推互联网,如果将来企业将来要享有长足发展,必须依托互联网,尤其是传统行业,离开了互联网将寸步难行。 楚天祥有点懵,这小子怎么像学校里面那些愤青,张嘴互联网闭嘴互联网,好像离开了互联网人就没法活了一样。 朱先生说道,小皮刚从国外回来创业,观点都很新颖。 姚总说道,就现在,我看不出来我一个盖房子的跟互联网有什么关系,最多安个宽带,也就是上个网,看看三级片还是挺方便的。 哈哈,所有人都笑了,除了霹雳池。 小伙子,我们现在就是享受,而且M国那地方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,对我们而言,去玩玩还可以,做生意还是算了吧,晚上想出去吃个烤串都找不到地方,忒没意思。 姚总说道,天祥,你喜欢去M国吗? 没去过,听学校的老师说,那地方论舒服程度跟国内差很得很远。 我还是在国内待着吧,别出去现眼,再说了,M国也没听说有什么我喜欢的东西啊。 皮力持反驳道,我觉得我们年轻人还是应该有点闯进,不能见困难就躲。 如果没有什么大的理想,就先定一个小点的目标,比如先挣到一个亿。 这样享受生活也理所应当,虽然钱还不算多。 在座的人都不说话,等着楚天祥反击。 这句话明显是说,楚天祥年纪轻轻就想享受,缺乏进取心。 我一个学生,还是多想想学习的事,挣钱的事以后再说吧。 M国很多大公司的老板都是在大学创业的,比如微软,比尔盖茨大学都没毕业,甲骨文的老板也是,还有TE公司的。 望着滔滔不绝的皮力持,楚天祥有点腻歪了,今天是朱先生的主角。 你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小白,虾必必什么?我想请教一下皮总,您现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? 我的一个团队正在开发一个策略游戏,已经融资两回了。 皮力持得意地说道,这里都是大老级的人物,别人说他,他有点不敢回嘴,但楚天祥比自己还年轻,正好下口。 哦,您没跟暴雪合作吗? 皮力持的脸立刻就红了,他才创业,暴雪可是M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公司,哪瞧得上他? 杨帆笑了,他知道,自己这同窗好友的小舅子,善于装X打脸,这是曾凡林说的。 他说,力持,你最近又融资了。 三千万美元,是HK一家基金,这已经是第二轮融资了。 皮力持有点得意,这点钱还用融资吗? 姚总问道,按现在的汇率,二千万美金也就一亿多点,对这些大佬来讲,实在太少了。 皮力持尴尬了。 杨帆解释道,这也是行业的习惯,自己再有钱也有烧光的时候,所以项目前期都是靠风险投资进行的。 赚了大家赚,赔了大家赔,就看投资人的眼光了。 猛人啊! 姚总故意脱口而出,这回连杨帆都尴尬了。 楚天祥笑了笑,说道,姚总,也不能完全这么说,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,都想着挣大钱吗? 杨哥,要做投资公司很难吗? 楚天祥灵机一动,太简单了,只要你有钱,随便挑项目,中关村那边有的事,看准了就投点,别怕亏,投十个有一个赚钱就是大赚,赔的钱就都回来了。 皮力持说道,做投资公司需要的资金很大,现在国内几个著名的投资公司都是几百亿的规模,就是小型公司也得几亿的资金盘子,否则根本玩不赚。 当时我爸就想让我做投资公司,被我拒绝了,我还是喜欢自己创业。 天祥,你想做投资公司? 朱先生问道。 朱先生,我就是一想,刚才皮总批评我不思进去,我想还是做点事吧。 我这次去M国,给你物色几个职业经理,行不行你自己看着办? 谢谢朱先生。 楚天祥解释道,我有几个同学,我想把他们组织起来,成立一个天使基金。 资助大学生在互联网方面的创业,刚才皮总说得对,互联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 但我想,我们更应该在关系到国际民生的方面下功夫,比如电子商务,通讯传输,商业物流,高级芯片等方面进行研究。 至于电子游戏,交友聊天网站就不再考虑之列了,那玩意玩物丧志。 现在我们班里好些同学沉迷网络游戏,这种现象非常不好。 电子游戏有什么错? 错的是人,自己没有自制力,就不能怨游戏本身,这是本末倒置。 皮力池辩解道,楚天祥有点上头了,皮总,您明知道电子游戏上瘾,你还怨人不能自制,这才是本末倒置了。 你是精英人士,社会的翘楚,享受这一荣誉的时候,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社会责任,如何引领年轻人负起责任来,而不是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。 这是你们这些社会精英的义务,你能否认这一点吗?我不是说做电子游戏不对,法无禁止皆可行,我只是说我不做,您要做也没人反对。 但不要把电子游戏放在什么互联网革命,什么信息变革这感大气之下,从而凸显做电子游戏的多么高大上,说直白点,就是想挣钱。 这么简单的事,难道别人不懂吗?餐桌上一片寂静,大家都是商人,都想挣大钱,还都想站在道义的制高点,把钱挣了,这是东方商人的缺点,西方人要比这直白得多。 嘿嘿,楚总,大话谁都能说,问题是能不能赚到钱。 皮力池说道,您指定赚到了,我知道,电子游戏非常赚钱,我们班的同学为了充值,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了,所以这种钱我不赚。 那你就先赚到钱再教训我吧。哈哈,皮力池大笑道。 姚总看着皮力池的样子,心道,这小子在国外带傻了吧。 朱先生也是苦笑,皮力池的父亲让朱先生给儿子介绍点朋友,快点打进京城的圈子,谁知道这小子仗着在国外喝了点墨水,有点张扬了。 楚天祥不知道皮力池的来历,他不想反驳了。 一直以来,楚天祥发现,朱先生的饭局很少有新人进来,都是一些老面孔,而且先有年轻的人,自己算是个另类。 今天一下子就来了两个岁数小的,杨帆和皮力池,他不知道为什么,他不想得罪别人。 人者见人,智者见智,关于这些东西,整天在学校里讨论,也没见谁把谁说服了。 沈群生岔开话题问道,天祥,最近有什么好东西没有? 我春季后去了趟春城,捡了个大便宜,再过三个月吧,让你们看看,马坤马老郑领着几个徒弟雕刻呢? 什么东西?朱先生问道,一块五吨重的料子,满色。 我去,哪买的? 沈群生兴趣大增。 这回,连钢铁公司李总都有点按捺不住了。 他问道,有图片吗?赶紧看看。 几个人传看着楚天祥的手机,杨帆低声对楚天祥说道。 樊帆在京城,今天刚到的,有领导要见他,他让我跟你说一声。 楚天祥一愣,问道,樊帆哥怎么在京城还有领导了? 他的领导不是他爸吗? 楚天祥的意思是说,曾樊帆在家族企业当中给自己的父亲当助手。 杨帆摇摇头说道,具体的我也不知道,他让我告诉你,晚上在这里等他。 楚天祥点了点头,正说着话,杨帆的手机响了,他一看,说道。 樊林的。 转身站起来,走到一边接电话去了。 几个人看完照片,李总说道,老朱,咱们组个团去缅甸一趟,带着天祥,一来散散心,二来看看能不能找点石头玩玩。 可以啊,等我从暗国回来,我们就去,天祥带队。 朱叔叔,我问一下,你们刚才看的那是什么东西? 霹雳池他也看了图片,但不知道是什么。 朱先生不想冷落霹雳池,他说道,那是翡翠原石,商场里面的那些翡翠饰品都是这种石头做的。 这东西很贵吗? 霹雳池还是一脸不解,他是从小就在国外生活,对国内很多事情都不了解。 商场的翡翠各个光鲜,这石头看起来也不起眼啊,两者怎么画等号。 天祥,你这石头现在值多少钱? 沈群生问道。 嗯,弹叔说的,不低于两百个亿。 什么?就那么一块破石头? 霹雳池有点不知所措。 所有人都看着惊叫的霹雳池,但都是面无表情。 朱先生有点于心不忍,他也有点后悔,不该给霹雳池介绍这么多大佬。 霹雳池还是太弱了,无论是心智还是实力,都差得太远了。 他语重心长地说道,霹雳池,你从小就在国外生活,国内有些事情你还得学,我告诉你。 朱先生一指杨帆说道。 杨帆二十出头就到京城创业,现在他的门户网站是国内最顶尖的几个。 现在正在做搜索引擎,要论对互联网的理解,他现在在国内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他,你觉得他比你差? 十几年的创业,杨帆不但挣下了海量的财富,而且还被预称京城四少,名气非常大,热心慈善事业。 朱先生一指姚总,说道。 这位叔叔你看着不起眼,又瘦又小,但他是卢北省的首富,你知道首富是个什么概念吗? 在卢北省,只要他想要的资源就没有要不到的,只要他想干的生意就没有干不成的。 另外,你觉得他的管理团队对你擅长的互联网没有研究? 历迟,天翔比你小不少,他现在是学生,你知道他有多少资产吗? 说句不好听的话,你父亲未必敢得上,而且他全是现金,如果你懂点经营,你知道现金的一块钱比固定资产的一块钱多多少? 而且我告诉你,天翔的钱都是自己挣的,前一段他在家里订婚,周围所有村寨的村民自发的来给他祝福,就是因为他们师徒二人修桥补路,修善学堂,扶住孤寡。 钱是要挣,但古人有句老话,君子爱才取之有道,到了我和你父亲这个阶层,需要思考的东西更多,你别跟你父亲吵了,他是老派人,也吵不过你。 霹雳池满脸通红,恨不得地上有条缝,直接钻进去。 他不傻,只是这次回国信心满满,就想干成一件大事,赚钱也好,出名也好。 不过是证明自己能力的一种途径,一个方法。 他也不缺钱,父亲有的是钱,但年轻人热血一沸腾,别人的话就听不进去了。 一心一意想做出一番事业,他父亲实在说不动他,只好随他变了。 自己就跟个乞丐似的,在一群有钱人面前教人家怎么赚钱,别说可不可笑,实在是不知羞耻了。 霹雳池想到这里,也算是条汉子,他端起酒杯站起来说道。 各位叔叔,杨总,楚总,历池不自量力,大言不惭,目猴而惯,让你们见笑了,我喝完这杯给你们赔罪。 说完一饮而尽,转身出了房间。 还行,老皮这儿子还算是条汉子。 沈群生说道。 年轻人傲气点无所谓,但不能不知进退。 李总说道。 哎,我那儿子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 京城连锁大佬李春风感叹道。 楚天祥立刻就紧张起来,李春风的儿子李然可是自己逼出国的,过年都没回来。 好在朱先生把这话题插了过去,他问道。 我去M国你们有没有事情要办,我是不多,但需要磨时间。 楚天祥心中一动,他知道朱先生在M国人脉非常好。 他问道。 朱先生,美国航班的航空记录能保持多少年,您知道吗? 朱先生摇摇头说。 那我哪儿知道,不过M国人很注重档案,我觉得应该保存个一二十年没问题,你有什么事吗? 我想查一个人,我们学校出去的,二十年前的事,也是留学去的。 后来失踪了,国内我查了,找不到这个人,他的同学我也问了,M国那边也没有了这个人的记录。 我就想看看这个人到底怎么了。 朱先生,这个人对我很重要。 朱先生想了想,说道,光是查航空记录应该没啥用,M国铁路不发达,但公路厉害。 好多人出行都是开车,这件交给我吧,但你,不要抱太多的希望,M国的黑户太多了,根本查不过来。 楚天祥不死心地说道,朱先生,这个人地位应该很高,不是黑户,他还从事过军方的秘密工程,应该是研究人员吧。 朱先生眼睛一亮,说道,那就相对简单了,军方的档案比较全,而且我也有人能帮忙,等我过去了就帮你办这件事。 楚天祥的心放肚子里了,M国毕竟是父亲失踪的地方,哪里应该有什么蛛丝马迹。 正说着话,有人敲门,随后,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,离着老远,他就大声喊道, 喝酒也不找我,老朱,你不够意思啊。 陈正生已经成功晋级为顶级大佬,到哪儿都是焦点了。 他现在手下有一个年产两百多万吨的煤矿,和一个造纸上市公司。 煤矿规模有两个标准,产能十万以下叫小煤窑,百万以下叫民营矿山,老板叫煤老板。 百万产能以上的煤炭公司老板就是企业家了,除了国营几个千万吨的煤炭集团, 他在民营这一块已经是金字塔尖上的人物了。 他现在正在准备进入稀有金属矿山,这是几个人当初商量好的。 现在他不但是地方政府的税收保障,还是各大银行的座上宾,就是因为他不贷款。 手下还都是优良资产,银行也是操蛋,想贷款的不给,不想贷款的把钱送上门,哭着喊着让你贷款。 造纸公司业绩惊人,这完全有赖于戴俊逸不要脸试的销售方式。 目前整个办公用纸已经进入政府采购系列。 扩大产能是唯一发展途径了。 陈正生大声说道,各位老板,别来无恙。 猛的,他发现楚天祥也在,也遇到,这位帅哥不去上学,怎么跑到这里喝酒来了? 楚天祥连忙站起来说道,陈叔,我今天休息。 陈正生让楚天祥坐下,独自一人走到霹雳池刚留下的位置坐下,服务员赶紧给他换了一套餐具。 老陈,你今天怎么来了?这地方很少见你。 朱先生问道,有个煤炭工作会议,外地来了几个同行,非要过来看看,我陪他们过来的。 行啊,老陈,我干的时候,啥会议也没参加过,你这是鸟枪换炮了。 姚总说道,这是最顶级层面的会议,规格很高。 嘿嘿,领导信任吗?咱还不得积极表现。 沈群生也说道,老陈,你可给我们晋省的煤老板正脸了。 那帮人不把我骂死就算不错了,要关停十万吨以下的矿山,我也举手同意了。 那种场合,你不举手试试。 沈群生笑着说道,不过我也提了点意见,说要给那些煤矿一定的时间,允许他们关停并转。 毕竟还有几十万工人要吃饭,就这样推向社会也是不行了的。 大领导说,我的意见很有建设性。 行啊,老陈,最近进步不小,来喝一个。 朱先生夸道。 喝完下酒杯,沈正生对楚天祥道,大同老冯买了一块石头,有空你过去给看看,价格不低。 楚天祥说,这周没时间了,下周吧。 正说着话,朱先生的手机响了,他接起来听了两句,眉头一皱,说道,我马上过来。 说完,他站起身来说道,有点是我出去一趟。 没走几步,他又说,天祥,你跟我去一趟。 楚天祥不明白什么事,答应一声,就跟朱先生出了房间。 两个人来到走廊,朱先生低声对楚天祥说道, 刚才霹雳池离开的时候跟一个人发生了点冲突,可能吃了点亏,我们过去看看。 楚天祥一愣,不由地想起自己第一次来华夏城就跟房大郡发生冲突的事,看来华夏城这地方七盛啊。 两个人来到大厅,一问服务员,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 霹雳池从房间羞愧而走,这次打击不可谓不大,他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,也是走得快点。 还有点魂不守舍,刚到大门口,他一头就撞进一个女人的怀里,不但女人摔了跟头,连衣服都被被站不稳的霹雳池撕开了。 这下祸闯大了,女人身边的一个男子一见此情景,怒不可遏,上去就把霹雳池暴打一顿。 华夏城的管理人员惹不起这个男子,等他出了气,把几个人叫到办公室处理。 霹雳池这才有时间给朱先生打电话求救,他在这一个人都不认识。 等朱先生赶到办公室,架势打完了,但男子不依不饶,大声叫喊着霹雳池当众耍流氓,要立刻报警。 朱先生和楚天祥一进办公室,就见屋里站着几个人,一个青年男子,一个漂亮的女子。 这两个人都站着,还有几个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,霹雳池倒是坐着,他的眼皮已经被打肿了,嘴角流着血迹,一边脸上都是手印子。 这顿打真是不轻啊! 朱先生一看那个男子,不由地心中一动,他说道,二公子,发生了什么事吗? 那个男子也就三十岁出头,他一见朱先生来了,金光一闪,说道,你认识他? 他一纸霹雳池,我认识,他是我带来的,发生了什么不愉快,说开就行了。 朱先生不动声色地说道,说开? 可以,拿一个亿来马上就说开,否则洗干净屁股,等着坐牢吧。 敢当众耍流氓,还有王法了吗? 这位二公子一开口,一股浓烈的酒气喷射出来。 朱先生说道,二公子,一个亿也不是什么大数,他给得起,算是给那位女士赔礼。 他一转身,对站在边上的漂亮的女人说道,实在不好意思,这位女士,这是我的子侄,刚才应该不是故意的。 他是没站稳,这才冒犯到你,钱我可以赔给你。 女人没敢说话,只是怯怯地看着二公子。 嘿嘿,朱先生,这件事您真要管。 到时候别没管明白,大家脸上都难看。 二公子,你什么意思? 我没啥意思,这小子当众耍流氓,你说警察要不要管? 朱先生有点急,他就怕这个,一旦霹雳迟进了警局,明天的报纸绝对是大新闻。 护上首富的公子当众耍流氓,还把女人的衣服都撕了,多过瘾。 二公子,我跟你的父亲也算老相识了,给个面子,要多少补偿都行,我们私下解决。 我知道你有钱,可以,一个亿,再加上给人家磕个头赔礼,就算完了。 朱先生,你说,我这多给你面子。 二公子,过分了,赔钱可以,磕头不行。 朱先生斩钉截铁地说道,那就没办法了,等着警察来吧。 二公子转头对工作人员喊道,还不报警? 等死啊。 服务人员面面相去,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 二公子,非要撕破脸皮吗? 朱先生面沉如水。 嘿嘿,我是受害一方,你说我怎么办? 要点小钱也没啥意思,不如看个磕头的,还新鲜新鲜。 二公子得意地说道,好,那这件事我不管了,不过,我把丑话说明白,二公子,常走夜路要遇见鬼的,你好自为之。 朱先生说完,转身就走,楚天祥只好跟着出了办公室。 一出办公室,朱先生拿出电话就拨了出去,楚天祥一见,往远处走了走,他也在思考这件事怎么办。 这时,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,皮力池失魂落魄地走了出来,他走到朱先生面前,聂如道。 朱叔叔,借我一个亿,我让我爸还你。 楚天祥一听,当时就正住了,这位不会,真磕头了罢了。 朱先生也是一愣,连忙说道,历迟,没问题,我现在就过去,我给你爸打电话,你爸没接。 朱先生快步走进办公室,楚天祥紧紧跟在后面。 一进门,朱先生说道,二公子,这件事算完了吗? 嘻嘻,给我一个亿我不再追究这件事了。 那就好。 朱先生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了一个工作人员说道,转过去一个亿给二公子。 转完前,朱先生一句话也没说,转身就走,二公子在后面大声喊道, 谢谢啊。 气得朱先生牙根直痒痒,但他毫无办法。 霹雳池一个人哆哆嗦嗦地站在墙角,一见朱先生出来了,期盼的眼光望着朱先生。 霹雳,回去收拾一下东西,赶紧回户上,这次你做得对,这件事千万不能见关。 你爸爸正在关键时刻,这时候你出任何一点事情都会被对手抓住, 你爸爸的心血就会白费了,你跟你爸说,这件事不算完,我会给你们父子一个交代的。 霹雳池诺诺诺地答应了一声,转身走了。 朱先生常常出了一口气,对楚天祥说道,去咖啡厅坐一下吧。 两个人来到咖啡厅,找了个座位坐下,朱先生说道, 天祥,你应该有很多疑惑,我跟你说说,首先,那个二公子的来历很特殊,X二代的人物,而且在京城横着走,主要还是关系太厉害,连我处理起来都棘手。 他叫什么名字? 楚天祥问道,他叫峰峰,家里企业很多,国内能叫上名字的乳制品企业都是他家族的。 他的父亲我认识,但关系一般,我还没来得及找。 皮总为什么这么软弱,不像他的为人啊? 楚天祥问道,现在京城正在开会,如果不出意外,他父亲在官面上将升到顶峰了。 你说这时候,霹雳池要是出点什么不好的新闻,一旦让上面知道了,绝对没机会了。 哦,我明白了,霹雳池现在的身份二公子还不知道。 楚天祥恍然大悟,看来霹雳池这小子不傻,宁可自己受辱也要保住父亲的职务。 一旦见官,霹雳池的身份就很难保密了。 天祥,一旦霹雳池父亲的事情尘埃落定,未来几年,封家就不好过了。 不对,不是不好过,而是保不住了,这次他们家里的组长要下去了。 下面一带都有点弱,职务不高,影响力差了很多。 这是上层的斗争,楚天祥基本接触不到,但对他而言,多了解一下这里面的秘密,对自己只有好处,没有坏处。 但叔叔家族跟风家比怎么样? 楚天祥问道,半斤八两。 正在这时,朱先生的电话响了,他走到一边接电话,楚天祥一个人静静地坐着。 正在这时,二公子领着那个女人走了进来,他没看见朱先生,狐疑地看了楚天祥一眼,似乎想起了什么,他走到楚天祥身边,直接坐下,说道,老朱去哪儿了? 楚天祥不太愿意跟这个人说话,但又不好不回答。 去打电话了?你是老朱的什么人?亲戚?还是跟班的?楚天祥笑了,我们不认识,别套我话。 小子,挺横啊。 那个小子哪儿去了? 不知道。 二公子差点没憋死,这小子油盐不尽。 朱先生回来了,他一见二公子,面无表情地说道。 二公子,还有事吗?嘿嘿,看看朱先生,我爸把我骂了,让我给您赔个礼,您看,本来是我吃亏了,现在反倒像是我瞒不讲理似的。 朱先生叹了口气,说道,二公子,得饶人且饶人,事情都过去了,就不要再提了。 朱先生,我刚才有点激动,忘了一件事,我想知道那小子到底是谁。 朱先生心中一惊,说道,我一个朋友的孩子,没什么名气,你没见过。 不对吧,有人可认识他,不会是户上的吧? 他家是癫难的,来京城做点生意。 朱先生看着楚天祥灵机一动,您不说我也能查出来。 二公子站了起来准备走,他看了一眼楚天祥说道, 小子,在京城,装横可不好,小心腿被打折。 说着,他抬起右手,就要拍楚天祥的肩膀,楚天祥猛地一侧身,顺手把他的胳膊推了出去。 别动手。 行啊。 反应挺快,有机会试试尽量。 二公子面色渐渐阴狠起来,他转身就走,自言自语道。 不知好歹的家伙,走着瞧。 看看二公子走远了,朱先生面露忧色说道, 天祥,你现在得罪他有点得不偿失,他不是胡义和房大俊。 那两个人只是在商业层面有点关系,好处理。 二公子家里在京城根深蒂固,关系复杂,处理起来非常麻烦。 朱先生,我师父说过,当你把钱不当钱的时候,你就无敌了,我一个穷小子大不了回瑞宁,让我怕他,门都没有。 你能打我也听说过,但这不是打架的事,这是脚下屎绊子,暗地阴人,你不懂。 那就是带叔叔他们的事了,我也明白,平白无故数这么个强敌不治,但你也看到了,我没惹他,他自己找上门来的。 说曹操曹操道,二公子又回来了。 风风一屁股坐在了楚天祥边上,他嘻嘻一笑,对朱先生说道, 刚才碰到个熟人,正好认识那个小子,皮松林的儿子,想想都可怕,听说这次皮松林要上位,怪不得这小子能忍,人才啊。 朱先生面无表情地说道,你想怎么样?我想再找他谈谈,这么大的事怎么也得庆祝一下啊。 二公子,这件事已经完了,别再节外生枝。 风风怪笑了一下,说,这关当大了,难免有点脾气,我有点担心,我再找找吧,也许我们谈谈,就能成为朋友,也不一定。 说完,站起转身走了,临走还不忘看了楚天祥一眼。 朱先生见风风走了,连忙拿出电话给皮力池打了过去,一接通电话,朱先生问道, 力池,你在哪儿?我在高速上,回户上。 皮力池答道,风风在找你,他认出你来了,回到户上先在家待着,过了这几天就没事了。 放下电话,朱先生刚要跟楚天祥说话,他的电话响了,他看了一眼,连忙站起来,走到一边。 楚天祥静静地坐着,等了有二十分钟,朱先生才回来,他一坐下,就问道。 天祥,如果乃制品企业有出手的,你们能接吗? 这是得问代叔,我说了不算。 楚天祥答道,你这大股东当的,什么都不管。 朱先生气地说道,咱俩先回去,然后我找代东。 两个人随后回到房间,一群人一见两个人回来了,闲聊了几句,酒宴就散了。 楚天祥告辞,跟着杨帆又来到咖啡厅,在一间包厢里。 见到了曾凡林。 寒暄两句,曾凡林说道,天祥,我这次来京城是要见几个人,还要组织几场活动。 这边人头不熟,你得帮帮我。 大哥,您具体说什么事吧? 我能帮得绝不后退。 我刚加入了清廉,准备组织HK大学和京城大学一次互访活动,这个你要做京城大学那边的联系人。 再一个就是,明德基金会在内地要做一次慈善拍卖,阿宁在明德基金会的职务给我了,我要征集一些拍品,这个你也得帮忙。 阿静说,你跟几个鉴定专家关系都很好。 第三,就是扶贫助学,就选你们家乡。 楚天祥没明白曾凡林到底要干什么,他惊讶地问道, 大哥,你生意不做了? 曾凡林有点激动,说,家里的生意都交出去了。 未来一段时间,我主要做一些公益活动以及青年工作。 楚天祥心一动,似乎抓住点脉搏,他说, 没问题,你把计划给我,我回学校说一说,不过青年是不是还得正式行闻到学校啊? 没问题,你只要答应了,计划随后给你。 楚天祥刚要说话,他的电话响了,是戴东的。 天祥,你在哪儿? 戴东问道,戴叔。 我在华夏城。 我知道你在华夏城,如果你那边没什么事,你到酒吧来,有点事商量一下。 楚天祥放下电话,问道,大哥,还有什么事吗? 没事了,你就等着计划书吧,有事你先忙。 曾凡林听出来了,是戴东找他。 楚天祥告辞。 来到酒吧,戴东,陈正生,李春风和朱先生坐在一起,看样子似乎很轻松的样子。 楚天祥过去打了声招呼,戴东说道,朱先生有个建议,有三家上市公司,都是做奶制品的,我们想收购。 我没意见,戴叔和陈叔定,再跟谭叔打声招呼就成了。 楚天祥抢过话头说道,你等我说完。 戴东没好气地说道。 楚天祥一脸尴尬,抢话头确实不礼貌。 如果朱先生说的事情是真的,这个雷一爆,风家舅舅会拼死五盖子,媒体的是我来处理,一定让他四处开花,春风地震关系好,查风这件事就由你来办,一定按死了。 抓住第一手资料,上面的事情就由老皮来做,朱先生居中调解,争取三个月到半年,最少拿下两家上市公司。 戴东也心勃勃,也不知道他跟风家有什么仇,这是要把风家直接打进十八层地狱。 三家上市公司市值都在百亿左右,利润丰厚,但这一锤子下去,每个三五年缓不过来了呀。 陈正生说道,你放心,老陈,用不了一年,企业就能上正轨,你没做过快销品,这东西你只要有钱打广告,就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。 李春风也是很激动,这三家上市公司都是下金蛋的奶牛,以后自己就能抱着奶牛睡觉了。 租个办公室,具体联系,还得指定个人,否则千头万绪,别出什么纰漏。 老皮什么条件? 李春风问道,现金五十亿,跟他说,三十亿,我们就干。 戴东看了一眼李春风,后者点了点头。 楚天祥听明白了,这应该是朱先生或者皮松林手里有曝光材料,准备收拾风价,一个人势单利孤, 就准备联合戴东和李春风一口吃掉风家的三个上市公司。 戴东和李春风得到三家上市公司,皮松林拿到三十个亿,三方皆大欢喜,吃得满嘴流油。 风家哭都找不到地方,现实爆来得快。 也许皮松林早就有这种材料,只是隐而不发,这次连尚未带收拾,不但面子里子都有了,还能占个大意。 戴东和李春风是天上掉馅饼了,这种事情绝对不能放过,一个小小的杠杆就能撬动几百亿的资产转移。 一般到他们这个阶层,强行收购上市公司也时有发声,但这就需要海量的资金。 费时费力不说,有时还可能功亏一篑。 但被被收购的企业有负面新闻被管理部门约谈,暂停上市,强行出售等技术手段压住,那就另当别论了,谁要一口都是满嘴流油。 德国的马先生说过,资本的积累都是血淋淋的,这话绝对正确。 楚天祥坐在边上,看着这几个大佬商量怎么阴人,感觉没啥意思,怕插话道。 带叔,我先回去了,有事您再给我打电话。 戴东也知道楚天祥不喜欢这种商业阴谋,就说道。 你走吧,早点休息。 楚天祥跟几个人告辞,直接就来到停车场,上了自己的汽车,坐在车里,他看了看手表,已经将近十二点了,他发动汽车,小心翼翼地开出了华夏城的大院。 他喝酒了,害怕被警察抓到,眼睛四处乱看,他没再敢去学校,太远,家里离着华夏城就十几分钟的路程。 慢慢地,楚天祥发觉不对了,后面总有一辆车跟着自己,晚上开着车灯,他看不清后面的车型和牌子,就知道是一辆越野车。 楚天祥今天开的是一辆切诺基,他故意放慢车速,后面的车也放慢了速度。 楚天祥确认了,这应该是那个疯疯,怎么跟房大俊一样,都喜欢在华夏城外边赌人呢? 不一会儿,楚天祥就拐进了胡同里,已经是深夜了,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,后面的汽车猛地加速,汽车超过了楚天祥的汽车,然后猛地刹车,一个打横,汽车堵住了楚天祥的道路。 楚天祥看见从车上跳下来两个标形大汉,每个人手中都拿着棒球棍,气势汹汹地朝着楚天祥的车走了过来。 楚天祥叹了口气,拉开副驾驶的储物箱,顺手拿出一条甩棍,这玩意可长可短,他拉开车门下车。 牛X轰轰的玩意,一个大汉挥起手中的棒球棍斜着就朝楚天祥搂头砸来。 楚天祥手一抖,快如闪电,借着甩棍伸长,直接就抽在大汉的肩膀上。 哎呀!大汉疼得一哆嗦,猛地往边上跳了起来,手差点没拿住棒球棍。 楚天祥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,猛地跨不上前,一个侧踢,正中对方胸口,对方猝不及防,直接往后摔出了四五米。 另一个大汉一见楚天祥背对着他,他端起棍子挡枪时,直直地捅向楚天祥的后背。 这一下要是捅正了,楚天祥直接就得趴在地上。 楚天祥身形一转,原地打转,一条腿跟陀螺似的,正踢在对方的手上,大汉闷哼一声。 伸出一只手,就把楚天祥的脚踝抓住了,猛一往上叫力,就要把楚天祥翻倒。 楚天祥借着对方的力量,一个空中三百六十度翻腾,双脚正踢在对方的脸上。 大汉这回坚持不住了,往后退了两步,慢慢跌坐在地上。 楚天祥根本没看这两个人,直接走到对方的车前,猛地一拉后车门,吓了他一大跳。 只见风风趴在一个女人身上,正在撕扯对方的衣服,两个人正在嬉笑撕扯,猛地见车门打开,吓得两个人熬得一声奇叫。 楚天祥一伸手,直接就把风风从车上拽了下来,随手把车门关上。 我惹你了吗?你这么对付我? 楚天祥气愤地质问道。 风风本想一边看楚天祥挨打,一边玩车阵,谁知每到一分钟,自己就被拽下了车。 他爬起来看了看,这才知道自己的两个手下都被打倒了,好汉不吃眼前亏,他故意装作一副可怜像,说道。 实在不好意思,这位帅哥,我们认错人了,请你原谅。 说着,他往前走了两步,弯腰就要给楚天祥鞠躬。 楚天祥当时就愣住了,风风这是唱的哪一出啊? 楚天祥一愣神的功夫,风风猛地一个直拳奔着楚天祥的面门就砸来。 也是太近了,楚天祥根本没有防备,等他明白对方是缓兵之计的时候,已经来不及躲闪了,他只好投意外。 砰的一下,风风的拳头正好砸在楚天祥的脸颊上,也许是拳风刮到了鼻子。 楚天祥就觉得一热,鼻子流血了。 风风一拳得手,猛地又向楚天祥的裆部踢出一脚。 楚天祥大惊,瞬间急退好几步,这才看看站稳身子。 楚天祥扔掉手中的甩棍,用手擦了擦鼻子,全是血。 小子,反应挺快啊。 风风尖笑道,我自打退伍以来,你是第一个从我手下能全身而退的。 楚天祥吻了吻神,说道,感情练过,你水平那么高,那你找那两个棒锤干嘛。 楚天祥一指地上站不起来的两个打手。 嘿嘿,他们是我司机,不是保镖。 那我就领教领教你的功夫。 楚天祥猛地发力,挥拳朝着风风砸去,风风眼睛一眯,猛地挥起左拳,隔开了楚天祥的拳头,又拳直倒楚天祥的脸部。 楚天祥见识猛地头往前一撞,他的额头正撞在风风的头上。 咚的一声,风风有点头晕目眩,他连退好几步,这才站稳。 楚天祥没给风风恢复的机会,脚一蹬,上前挥拳又要打,风风双手护住脑袋,伺机防守反击,哪知道,楚天祥的拳是虚招,拳走到一半,他一个转身侧踢,直接就把风风踢倒。 风风也够硬气,摔倒之后马上就站了起来,他宁笑着说道,够狠。 再来,有点悲惨,正常对打,风风不是楚天祥的对手。 楚天祥连续几次把风风打倒,最后,风风的脸已经肿得跟茄子似的,浑身酸疼。 他坐在地上,大口喘着粗气说道,别打了,我服了,不过你等着,只要打不死我,这个仇一定要报,我要让你知道,什么叫生不如死。 你个人渣,别以为你有点势力就能为所欲为,我也告诉你,从今天开始,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,你以后出门,最好看看黄历。 楚天祥说完,转身上车,看看前面实在走不通了,只好把车倒了回去。 回到家里,楚天祥洗了洗脸,感到身子有点疲乏,躺在床上,他思索着,这件事到底怎么办? 将来麻烦不少是一定的了,风风这小子够狠够贱,自己出道以来一直没吃过这么大的亏,这次让人打脸了,还是自己对人性的把握不够。 没原因,就是自己太大意了,没想到对方也会武功,以后再碰上这种事,一定要加倍小心。 也不知道戴叔叔他们讨论怎么样了,楚天祥拿出手机给戴东拨了过去。 戴东还奇怪,楚天祥不是回家了吗?还有事? 楚天祥对着手机说,戴叔,我完全同意你们的决定,越快越好,越惨越好。 说完直接挂了电话。戴东还在华夏城商量对策,猛地听到楚天祥这么说,心里怀疑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了。 但他没声张,笑着对李春风说道, 我现在手边没人,老陈那边也不行,看来还得让你家公子出面,他总待在国外也不是办法。 总得找点事做,这点我可以保证,如果操作顺利,董事长是我的,总经理是他的,怎么样? 朱先生也劝道,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,三个上市公司的老总,想想都威风。 李春风苦笑道,我要是能说服他当然好,但他跟天祥有矛盾,我怕将来不好相处。 这没问题,天祥对公司的事情什么也不管,而且你也知道,天祥实际性子随和,不招事不惹事。 陈正生也劝道,好吧,我明天抽空跟他谈谈,这次不回家,我也着急。 戴东又道,那我们就说好了,下周一周时间准备,大下周开始爆雷,我先安排小报出新闻, 然后大报再转载,春风你那边工作做好,一旦出现余情,立刻就查封,材料要第一时间递上去,千万别给他们留下做工作的机会。 三个上市公司,我们能吃掉两个就算大功告成。 几个人哈哈大笑。 第二天是周末,楚天祥刚一起床,李杰就推门,进来了看,他问道, 昨晚你几点回来的,我们怎么什么都没听到? 十二点吧,我看见你们睡了,现在有吃的没?张力去买了,洗完脸赶紧出来,我还有事找你。 楚天祥走出房间,来到餐厅,张力一见楚天祥,不由地狐疑问道, 天祥哥,你的脸怎么肿了?又打架了。 楚天祥有点尴尬,连忙说道,在学校打篮球,不小心碰了一下,结果腮帮子就肿了。 疼不疼,不行就去医院看看。 张力关心道,李杰也说,知道的你是打篮球碰的,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被人打了呢? 楚天祥岔开话题,问道,逗逗,你找我什么事? 腾市庄哥要来京城,带来一批改口料,说是京城几个老板要买, 他说,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,想让你陪他去。 他怎么没给我打电话? 楚天祥有点奇怪,他说不知道该什么时间打,怕耽误你学习。 知道了,你跟他确定好时间,我们俩一起去接,庄哥不是外人,怠慢了不好。 李杰又说道,带哥可说了,你在瑞宁就要带着他和冯哥去切石头, 这都回京城了,你到底办不办? 楚天祥笑着问张力,他欠的钱还了。 张力小嘴一撇,赶不还,董事长要开除他,吓得他回来,就还了。 楚天祥想了想,说道,看看明天有没有时间,今晚不行,我要去烫冀北。 晚上他要和丁伟去冀北看地下全场的比赛。 这是楚天祥第一次现场观看这种比赛,对他而言, 这也是积攒实战经验的过程。 他很期待。 这是一个破旧的仓库。 仓库中间围成一个拳击台,四周是阶梯状的看台, 楚天祥粗略地数了数,大概有不到两百个座位, 但现在已经是人满为患了,连过道都站满了人。 仓库里全都是嘈杂声,两个人对面说话都得大声喊。 拳击台上,两个对手正在交手,楚天祥看得昏昏欲睡, 这是第二场比赛了,明显两个选手是热场的。 很多技术动作不合理。 外行看热闹,台上两个选手一个眉角被打破了, 鲜血直流,底下观众欢呼雀跃,全神贯注, 他们都是压住了,每一场的胜负都关系到他们兜里前的去留。 丁伟坐在楚天祥的边上,看得津津有味,似乎还有点跃跃欲试的感觉。 楚天祥看着丁伟张牙舞爪,热血沸腾的样子,不由得好笑。 天祥,怎么样? 刺激吧? 丁伟大声喊道。 还行,挺热闹的。 楚天祥不忍心打击丁伟的积极性。 今天一共无场比赛,随便压住,看来这些观众对选手都是很熟悉。 而且,每次上场前都要介绍选手的胜率,丁伟也压了几千元的小注。 楚天祥看见一个胖男人,一下子就拿出几十万,这里只收现金。 楚天祥粗略算了一下,一场下来,大概有几百万的赌注,每场的赔率都不一样。 面对这么大一笔财富,主办方要是不做鬼才怪呢。 最后一场比赛了。 主持人站在拳击台,大声喊道。 今天最后一场比赛,江湖人称野兽的红方选手,对阵蓝方选手机器。 下面的观众一片欢呼声,尖叫声和口哨声,看来这两个人都非常出名。 野兽现年25岁,体重120斤,身高1米79,战绩是36胜5败。 20次KO对手。 机器,体重130斤,身高1米88,战绩是10胜3负,三次KO对手。 现在让我们欢迎本类台最著名的选手,他就是野兽。 主持人很会调动观众的积极性,他的话音刚落,底下一片欢呼声。 随即一个轻瘦的选手从过道走了出来。 这个人长得很普通,双目有神,似乎还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。 楚天祥一见这个人,不由地打起了精神,这位真是个高手。 随后出场的机器看似没什么特别,但楚天祥知道,这个人力量超大,但身体灵活性要差不少,两个人应该势均力敌。 结果完全出乎楚天祥的意料,两个人一交手,野兽围着机器转圈,机器一个疏忽,被野兽一个摆拳打倒在地。 嗡一下,底下观众嗷嗷直叫,破口大骂的有之,兴高采烈的也不少,这是压了不同的对手。 机器站起来,重新开始,两个人你来我往,连续打了三个回合,不分胜负,楚天祥看了半天,暗中盘算了一下,应该还是野兽胜面大一些。 最后一个回合,野兽疯狂进攻,有一种不打倒对方,誓不罢休的气势。 他连续摆拳,直拳击打对方,机器被攻击得没有还手之力。 时之风云突变,机器瞅准一个空荡,一记势大力尘的摆拳正中野兽的头部,野兽应声而倒。 这下子全场沸腾了,有些不甘心输钱的观众,竟然跑到台前,使劲敲打着台面,大喊着叫野兽站起来,还有得破口大骂,场面激进失控。 野兽站起来还有机会,站不起来,就算直接被KO了。 楚天祥看着场内的人群,不由地苦笑,两个表演大师级的对手,把这些人都骗了。 比赛结束了。 楚天祥和丁伟随着人流往外走,丁伟今天赢了两万多块块钱,走仓库,丁伟说道。 天祥,晚上在这对付一晚上吧,明天一早走。 楚天祥也不想开夜车,他问道,有地方住吗? 县城离这里不远,到那儿住吧,我住过。 两个人开车,丁伟兴奋地说。 今天还不错,前几回我都输了。 嘿嘿,老丁,我告诉你,估计你也不信,这种比赛猫腻太多了,胜负都是定好的,你今天能赢,纯粹是狗屎运。 丁伟正在兴透上,反驳道,不可能吧,那么多人都没看出来,你就看了一次就看出来了,你是半仙。 楚天祥没在反驳。 安排完住宿,两个人出来准备吃点夜宵,随便找了一家烧烤摊,要了几瓶啤酒,一大堆烤串。 楚天祥说道,老丁,这种事情警察不管吗? 也管,不过总换地方,一般抓不到。 丁伟大大咧咧地说,我劝你还是少来,长走夜路总能碰上鬼,一旦被抓住,通知学校就得不偿失了。 行,以后不来了。 丁伟搪塞道。 楚天祥也知道,劝也没用,这种很血腥的打斗场面对丁伟这种人来讲太刺激了,男人骨子那种暴裂性子在那里能够得到完全释放。 丁伟突然对楚天祥挪挪嘴,一使他回头看看。 楚天祥以为碰上熟人了,他一回头,就看见那个叫野兽的拳手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喝啤酒。 楚天祥心一动,大声说道, 哎,哥们,过来一起吃点,聊聊天。 已经是后半夜了,烧烤摊人很少,野兽抬起头看见楚天祥喊他,他面无表情,似乎没听见,低头拿起一个肉串大口吃起来。 不理咱们,够牛逼的了。 丁伟说,你是拳手还是村口唱戏的,演得真不错,那个甲摔到了世界杯,裁判都看不出来。 楚天祥大声说道,野兽一愣,随手端起自己的盘子,拎着啤酒瓶子就走了过来,他头也不抬,随手在楚天祥他们盘子里拿起一个肉串吃了一口。 丁伟看看楚天祥,又看看野兽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 朋友,见面就是缘分,我叫楚天祥,他叫丁伟。 楚天祥说道,你怎么看出来的? 野兽问道,呵呵,我也练过,真打假打还看得出来。 你叫什么名字? 楚天祥问道,我叫甘君,秦川人。 我是甘男的,他是京城的。 楚天祥说,你们是干什么的? 学生吧。 甘君也许是寂寞太久了,开始主动说话。 我们俩都是京城的大学生,甘大哥,我有个问题,不知当讲不当讲。 楚天祥试探道,问吧,没什么不能问的,你能看出来我假摔,说明水平相当高了。 你怎么从事这行?我听丁伟说,这行收入很低啊,而且非常容易受伤。 甘君猛地大口喝了一口啤酒,酒瓶子见底了。 丁伟会来试,他转头大喊道,老板,再来一箱啤酒,要凉的。 他知道,今晚有故事听了。 甘君艰难地说道,我欠了人家一笔钱,我得还账。 楚天祥眉头一皱,又说道。 甘大哥,都是习武之人,有什么事就说出来,萍水相逢,能帮我们就帮。 不能帮您,也别愿我们能力不行,明天一早各奔东西。 嘿嘿,这位兄弟,话说得明白。 说着,甘君拿起一瓶啤酒,食指一弹,砰的一下。 酒瓶盖迎风飞去。 丁伟不由地吐了吐舌头,这手劲太大了。 我家是农村的,自小习武,后来参军,一直在南疆服役,退伍就进了保安公司。 给云南的一个大老板当保镖,后来这个大老板又兼一个十五岁的女孩,我气不过。 打了那个老板,最后让我赔那个老板一百万,这才免于被判刑。 我刚出来做,没有多少钱,钱还是战友们凑的,我上了黑名单,没有任何保安公司再敢雇佣我,在我们这行,打雇主等于犯了天条。 我别的手艺也不会,只好下场打黑拳了,这个收入还能高点,我省着点花,慢慢还吧。 今天老板让我放水,说压我赢得太多了,没办法,拿人钱才与人消灾。 不过兄弟你水平应该很高,这招我用了很长时间了,还没人看出来。 楚天祥笑了,摇了摇头,说道。 最后打你那一拳我也没看出来,角度不对,我是看你不顾防守一个劲的猛攻,而且四门大开,按说你的水平不至于犯这种错误,我就知道这里有猫腻,等到你被打倒了,我才明白,你是故意给对方机会。 甘军难得一笑,他说,这种黑拳都是有内幕的,谁输谁赢都是定好的。 丁伟有点不服气,他问道,就没有真答。 有,但很少,一般都是新人进来才玩真的,等积攒到一定场次,名气有了,压住的人多了,就都是假的了。 甘军看了一眼丁伟,说道,你们是学生,这种地方还是少来,查得厉害。 丁伟低头不说话了。 甘大哥,你在部队是干什么的? 我是军区的特种兵,干了六年。 楚天祥盯着甘军的眼睛看,甘军也不甘示弱地看着楚天祥。 楚天祥突然说道,杀过人吧。 你也杀过,不会比我少。 甘军目不转睛地说。 气氛突然变得有点紧张,丁伟看着剑拔弩张的两个人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 足足看了有一分钟。 猛的,楚天祥笑了,如春风话雨,刚才紧张的空气瞬间化为无形, 他举起酒瓶子大声说道,甘大哥,喝一个。 干一个。 甘军豪爽地说。 两个人一口气把酒瓶里的酒都喝完了,甘军把空瓶子往桌上一放,大叫道。 痛快。 楚天祥站起来对二人说道,我打个电话,你们先聊会儿。 楚天祥自打知道父亲是秦川的,他看见秦川人就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好感,对甘军也是如此。 他走到一边,想了想,还是把电话拨了出去。 远在瑞宁的四哥刚刚入睡,朦胧中被震耳欲聋的电话吵醒,他一咕噜爬起来,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。 边上的老婆也被吵醒了,他嘟囔道,谁闲得没事半夜打电话。 大老板来的。老婆猛地坐了起来,连声说道,赶紧接,可别耽误正事了。 要说怕老板,四哥的老婆更怕,不是老板对他太厉害,是怕老板不要他们了。 现在自己一家人住在瑞宁,房子是别墅,吃穿用基本不用花钱,还顿顿大鱼大肉。 孩子就近上学,银行里的钱也有好几百万,这要是回老家,绝对是村里首付。 幸亏四哥没敢告诉他家里到底有多少钱,否则他能直接下晕了。 一个亿,小目标都实现了。 四哥静了静神,对老婆说道,别说话。 说着,他接通了电话。 天翔,这么晚,有什么事吗? 楚天翔问道,四哥,你们这个行业有没有打雇主的? 四哥一愣,自己这位大老板大半夜打电话给自己, 就问了这么一个八卦的问题。 有,极少,去年有一个做保镖的把一个大老板打了,老板牙都打松动了。 后来这个人坐没坐牢我不知道,但据说赔了很多钱。 四哥答道,这人叫什么名字? 楚天翔追问道,我不知道,我的一个战友在那家公司当高管, 这个打人的人就是他的手下,因为这是我那个战友多受了牵连。 四哥,我现在跟一个人聊天,他原来是做保镖的,叫甘君,秦川人,25岁。 因为打老板这才被行业开除了,我想了解一下内情,你辛苦点,给你战友打个电话。 如果不是他的手下,再问问别人,详细了解一下情况,好吗? 没问题,我现在就打。 夜深人静了,要不是情况有点急,我不会提这个要求的。 楚天翔解释道,老板,您别解释,我现在就打电话。 楚天翔是想帮一下甘君,他一直觉得身边缺一个人, 既能当司机和保镖,又能处理一些杂事。 原来他想让李杰来做这个角色,但后来一想,这个角色可能影响李杰的发展。 李杰不笨,就是眼界窄,经验少,需要多岗位的长期培养。 带东,陈正生和唐辉这几个人总有一天会老的。 李杰,陆良,张力,甚至戴俊逸将来都是公司未来的主力, 自己懒散没事,手下再不敬业,那就麻烦大了。 这些人里面,楚天翔最信任的是李杰。 今天是机缘巧合,正好碰上甘君,人与人之间,演员最重要, 在某种程度上,一个应聘的人,主考官看的第一眼就基本决定了这个人能不能用。 楚天翔想了解一下甘君自己说的是不是事实,做保镖的人品最重要, 关键时客人能顶得上去,尤其自己还经常出没于缅北那种危险地方, 像当初的洗衣洗二,把命都留在了缅北,虽然家属拿了一笔巨款,但命没了, 对洗衣洗二个人来讲也是不公平的。 而且,那种经历不是一般人能够坚持下来的, 潘友为当年也是社会混子,白刀子,剑红刀子出,打打杀杀剑多了, 但一场枪林弹雨下来,直接尾了,现在还在国外疗养,就是不敢回国内。 啥人啥命?如果甘君说的都是真的,这个人的人品就应该没问题,功夫也很深。 楚天翔想,趁着热乎劲直接把甘君拿下, 在雇佣与被雇佣这个问题上,老板有一定优势, 但不绝对,尤其是一些特殊人才,脾气大着呢。 楚天翔等了一会儿,见四哥还是没有电话, 知道这大半夜的打电话,确实有点不礼貌, 而且还不是什么急得要命的事情, 楚天翔他刚回到摊位坐下,电话就响了。 楚天翔又站起来走到一边,接通了电话。 天翔,我那个战友说了,甘君就是他的手下, 当初还是他把甘君送到那个豫南老板的手中, 没干三个月就出事了,说是又接女孩子, 女孩子不从,甘君直接冲进屋里,把老板打了一顿。 老板不依不饶,要不是我战友的老板也是个狠人这件事, 就闹大发了,甘君后来被开除了, 几个大的保安公司都把他列入了黑名单, 保镖这行干不了了, 我战友说他可能去打黑拳了, 赔了那个老板一大笔钱,都是借的。 人品怎么样? 楚天翔追问道, 人品没问题,就是有点倔,不爱说话, 按我战友说的,天生就是个干保镖的,可惜了。 楚天翔放下电话,思考着怎么跟甘君开口才不显得突兀, 他回到座位上,甘君不在。 楚天翔问丁伟,甘大哥去哪儿了? 丁伟嘟囔道,你们都是盲人,现在都是后半夜了,还有电话来。 楚天翔笑着说道,老丁,你听明白没,下回可别再瞎堵了, 人家安排好了圈套,你就直接往里钻。 丁伟也笑了,天翔,认识你真是荣幸, 我哥那边几个人还想去试试,都是热血沸腾,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。 正说着话,甘君回来了。 他一坐下,紧紧盯着楚天翔,低声问道, 你是谁?要干什么? 楚天翔一下子就明白了,自己打听甘君的事,被四哥的战友告诉了甘君。 这下好了,事情有了开头的机会。 楚天翔看着甘君,说道,如果你知道我了解你的情况,大概也知道我是谁,对吗? 甘君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,说你非常有钱。 丁伟看了看楚天翔的一身打扮,不像有钱人啊。 这话没错,我现在需要一个贴身的人,能开车会武功,能帮我处理一下杂事。 你欠的钱我替你还上,工资你说多少就多少,怎么样,有没有兴趣? 没兴趣,不干。 甘君一口回绝。 保镖就是个伺候人的活,说句难听的话,跟家里的庸人差不多。 整天围在老板的身边,事无巨细都得考虑到,而且遇到危险的时候还得挺身而出。 楚天翔一听甘君拒绝了,立刻就明白了甘君的想法,他是被前面的那个老板的人性恶心坏了。 他说道,如果我说大多数有钱人都是好人,这点你应该赞成吧。 甘君没有表示同意。 楚天翔看了一眼丁伟,有些话当着丁伟说有点不好说,但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。 他斟酌了一下语言,说道, 甘大哥,我介绍一下我自己你在做决定,这样好吗? 甘君点了点头,这点人之常情,他还懂。 我叫楚天翔,滇南瑞宁人,我现在瑞宁有一家翡翠公司,这边有一个煤炭公司,一个造纸上市公司,京城一个房地产公司,一个高级会所,全国一百多家连锁翡翠专营店。 丁伟张大了嘴巴,他没想到楚天翔这么能吹牛,照这个吹法,他就说他是国内首富丁伟都敢相信。 我要说我现在财富都是两年之内获得的,你应该不太相信,但实际如此,我从小受穷,跟母亲相依为命,为了生活,我初二就辍学打工,只是这几年生活才变得的好一点。 我有一项技能,跟我的武功一样,是一位老华侨教的,赌食听说过吧。 楚天翔问道,甘君摇了摇头,说。 听说过,但具体是怎么回事不懂。 他有点被楚天翔的故事吸引了。 楚天翔说道,我简单点吧,就是通过外皮,我能够发现一块石头内部有没有高质量的翡翠。 我有这个天赋,别人没有,所以我才发财了。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?你这么有钱,还怕找不到好的保镖?甘君不为所动。 你说得对,我很容易找到,但今天我看你,我就觉得你比较合适。 我喜欢秦川人,吃苦耐劳,坚韧不拔,揪揪老秦,血不流干,死不休战。 这种品德,不是其他地方的人所具备的。 楚天翔喜欢秦川人,纯粹是因为他父亲冯孝涵是秦川人。 父亲这个词,在他的心目中,永远是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。 甘大哥,我跟你说,这两年我被绑架了两回,第一次是我自己逃了出来。 第二次就是今年春节前,我被骗去了缅北,我挨了一枪,四个保镖死了两个。 是缅北的毒贩子干的,对方三十多人,我们就六个人,要不是有援军,我们没有一个能活下来。 打得很激烈吗? 甘军兴趣大增,急切地问道。 不能说很激烈,而是惨烈,我们六个人各个带伤,我的一个朋友精神受了刺激,现在还在国外休养。 天祥,免地要狠乱吗?丁伟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。 丁伟,别想着这件事,今天你就当故事听,回去也不要说,这不是你能玩的,是要命的。 楚天祥语重心长地对丁伟说道。 楚先生,你们有枪? 甘军问道。 有,但都在缅北放着,四哥现在时不时就领着他的手下过去训练。 甘大哥,如果我们有合作的机会,事先先说明,这份工作很凶险,随时可能送明。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危险来自哪里。 哦,对了,四哥就是我们的安保负责人,现在瑞宁有几个重要人物需要保护。 缅北很乱吗? 甘军又问道。 非常乱,贩毒的,走私的,抢地盘的,每天都杀人,每天都有枪声。 甘军心动了。 他骨子那种渴望冒险,渴望铁血恩仇的基因引起了作用。 我如果同意,我能干什么? 跟着我,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,除了我在学校上学。 楚天祥笑了。 他说道,别看我说得凶险,实际平时就是正常工作生活。 绑架这种事不可能总发生,否则我不定死几回了。 两个人都笑了。 甘军说道,楚先生,我问问可以吗? 楚天祥知道他要给原来公司的领导打电话,就说道。 你的领导除了知道我有钱之外其他的了解不多,你让他问问四哥吧。 甘军站起来走到一边打电话去了。 丁伟聂如地问道,天祥,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。 老丁,我骗你干什么? 那就是我的生活,学校里安静,平和,回到家乡就是时刻提高警惕。 你不知道危险来自哪里,什么时候来? 你真杀过人。 丁伟还是有点不相信。 你不杀他,他就杀你,放到那种地方,兔子急了都会杀人。 丁伟又问道,天祥,你是不是帮过张才进? 你倒霉,我们打架那天,我刚认识他和周凡还不到三个小时,张才进想赌食挣钱,水平太差,他父亲需要钱看病,我就帮了他一把。 不打不相识,否则,哪有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烤串喝酒? 嘿嘿。 丁伟丝毫不以为意。 楚天祥看了看远处打电话的甘军,随后说道,老丁,冒险有很多种,你不要选择我这种,我也是迫不得已,这次回去,如果你愿意,我帮你选择另一种冒险方式,一样的刺激。 干什么?快点说说。 丁伟有点急性子。 楚天祥刚要说话,甘军回来了。 他坐下猛喝一大口啤酒,然后颤抖着问道,你真给了他一个亿,死的那两个人,一人给了三个亿。 楚天祥叹了一口气,说道,人命多值钱,你知道吗? 你觉得一个亿多吗?都是亲生父母养的,谁的命都一样值钱。 可惜了,我宁愿洗一洗二没有死,再多钱也买不来生命。 甘军有点迷茫,我没想到我们做保镖的命还这么值钱。 丁伟坐在边上目瞪口呆,听着楚天祥说一个亿两个亿的,就像在谈论一百块钱似的。 这小子到底有没有钱?现在丁伟还在怀疑楚天祥吹牛。 楚先生,我想,先说明白,我不是为了钱,也不对,我不只是为了钱。 我喜欢枪,我喜欢金戈铁马的生活,现在的日子烦透了,我想改变一下生活。 你以后就叫我天祥吧。楚先生听起来太别扭。 嘿嘿,天祥,那我下来干什么? 甘军难得有点不好意思。 先把你的欠账还上,然后我们说好,每年给你一百万,其他所有费用都是我出。 你不属于公司,单独受雇于我一个人,这点跟四哥他们不一样。 一百万的年薪已经是甘军当保镖时三倍多的收入了。 另外,你当兵的南疆跟缅北有很大的不同, 我们那里是丛林密布,野人山连绵几百公里,生存条件极其恶劣, 我师父有一只特种兵一直在缅北活动,你跟他们训练三个月,如果合格了,你的待遇会很高,如果不合格,我把你放在四哥手下,做一般的安保工作吧。 这样行吗? 楚天祥严肃地问道。 楚天祥隐隐约约总感到自己还得去一次野人山。 他感觉师父话里话外总谈论那个地方,师父坚守二十多年的秘密也许就在那里,找几个帮手,先熟悉一下那里的环境,算是未雨绸缪吧。 保证完成任务。 甘军下意识地站起来,敬了个礼。 楚天祥连忙摆手道,赶紧坐下,不用那么正规。 楚天祥感叹道,训练很苦,我跟着练了二十天,中间还袭击了两对毒贩子,说实话,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坚持下来了的,太苦了。 我能适应,当年我在南疆,三天三夜全副武装趴在沙坑里,不眠不休,虽然苦点,但也坚持下来了。 丁伟好奇地问道,那你想上厕所怎么办?你说还能怎么办? 面对这个缺心眼的问题,甘军没给丁伟好脸。 丁伟一缩脖子,乖乖,直接拉裤兜子里了。 楚天祥说道,如果方便,明天一早跟我走,先回京城住两天,你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完,再去瑞宁,那边我让四哥接待你。 没问题。 甘军心情开朗了许多。 第二天一早,三个人开车回京城。 在车上,丁伟问道,天祥,你要给我找什么刺激的,赶紧说说。 昨晚丁伟就要问,楚天祥借口太困了,这才没说。 我告诉你,明天晚上或者后天晚上,你把周凡、张才进都叫着,我准备成立一个天使基金。 你们三个做投资人,没事就去中关村找项目,看准了就投,如果不懂,将来还有外国专家把关。 现在那些找投资的人大把大把的,听说你有钱投资,还不得把你供起来。 丁伟眼睛一亮,天使投资他懂,而且他本身学的就是经济学,这要是能做天使投资人,对学校考核都有莫大的好处。 天祥,这得需要多少钱?我想先出五个亿吧,具体地等我们几个碰个头,仔细商量一下再说,你们是学经济的。 多关注一下互联网方面的信息,我想,能做出一番事业来的。 丁伟有点激动,楚天祥这哥们就是够一起,这么大的是带着自己。 三个小时后,三个人来到楚天祥的四合院,丁伟不由地又吐了吐舌头。 看来楚天祥没说假话,他是真有钱,丁伟是京城人,知道四合院在京城的价格。 一进院门,就见张丽再两床单,一见楚天祥回来了,连忙说道,中午还没吃饭吧? 楚天祥一直身后,三个人都没吃,不行就叫外卖。 叫什么外卖,我去做。 张丽转身要走,楚天祥把他叫住问道,豆豆去哪儿了? 一早就被天泽哥叫走了,一会回来吃饭。 楚天祥介绍说道,张丽,这位是我同学,叫丁伟,那位叫甘军,你叫军哥就行,他比我们大。 楚天祥回头说道,这是我们公司的财务主管,张丽张大总管,权力老大了。 张丽刚要反驳,就见冯天泽,戴俊逸和李杰前后搅进了院子。 一阵寒暄之后,张丽把甘军安排住在了西乡房,甘军这一来,倒把李杰乐坏了。 楚天祥时常不回来,整个大院就他跟张丽住,显得空落落的。 这回来了一个人,晚上喝酒都有伴了。 摆开了桌子,几个年轻人开始了一五喝六的酒宴,戴俊逸看见有外人,没敢跟楚天祥提去赌食的事。 一顿酒只喝到下午三点多,这才散去,丁伟告辞走了。 等到楚天祥睡醒,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。 他听见院子有人说话,穿好衣服走出房间,就见戴俊逸几个人站在那里聊天。 一看楚天祥起来了,冯天泽说道,天祥,赶紧走,赌食去。 那就去,真是欠你们的。 戴俊逸抢便道,在瑞宁你就答应的,再欠一段时间,就收利息了。 几个人哈哈大笑,这求人的比被求得还牛X。 张丽在边上喊道,我也去。 他上次无意中拿起一块石头,结果切出兵种正阳率的界面,信心大增。 楚天祥看了看说道,那就开两辆车,要不坐不下,君哥,你开我的车。 几个人开车直奔大中寺。 等到了地方,车停在路边,楚天祥说,先去武老板的店看看,他给我打好几回电话了,再不去就不够意思了。 武老板的店是楚天祥来京城去的第一家赌食店,他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周凡和张才进。 后来又在附近的川菜馆跟丁伟和他的哥哥打了一架。 戴俊一说,就去他家的店,骗了我好几十万呢,这回报报酬。 活该你赔钱,不懂还瞎玩,把我和小林都带沟里去了。 一提小林,楚天祥问道,小林哥现在干什么呢? 很长时间没见他了。 戴俊一说道,没机会见了,整天在工厂里面吃灰,他把他妈把工厂交给他了,一天累得像调狗似的,懒得进京。 哈哈,哪天文家姐把造纸公司交给你,看你怎么办? 楚天祥笑着说道。 戴俊一真有点紧张了。 天祥,你别吓唬我,我可干不了啊。 啥时候的事? 他害怕他叔叔和楚天祥几个股东一商量,就把他推向了前台,那就麻烦了。 看见楚天祥没说话,戴俊一恨恨地对冯天泽说道。 老冯,你不会回家教育教育你媳妇,让他把精力都放事业方面,家里的是你多管管,认识你这么个哥们,真是帅。 冯天泽是躺着中枪,他狐疑地看着楚天祥,问道,没有这种说法吧? 文家可没说啊。 楚天祥故作正经地说道,这是我刚想出来的建议,下次董事会,就提。 戴俊一这才知道,楚天祥是跟他开玩笑。 楚天祥,你不想活了。 说着,过来就要动手,吓得楚天祥赶紧跑了。 说说笑笑间,几个人进了赌食店。 房间里人很多,到处都有看石头的客人,楚天祥按道,看来京城的赌食还能火一阵子。 吴老板一见进来了几个人,首先就看见楚天祥,他连忙站起身来,大声说道。 哎呀,楚兄弟,你可来了,我都给你打好几回电话了,你也不说过来支持一下老哥的工作。 话音刚落,他就看见后面的戴俊一和冯天泽,夸张地伸出双手,说道。 两位大老板来了,彭壁生辉啊。 老五,别套近乎,今天都是姓楚地说了算,他说买我就掏钱,他说不买就愿你店里没好东西。 戴俊一大大咧咧地说,冯天泽也拍着五老板的肩膀说道,赶紧把你的好石头都拿出来,戴总最近发了一笔大财,正没出花泥。 五老板连声答应。 茶台边原来坐着的几个人连忙站起来,把地方让给新来的人,只有一个年轻人坐着没动,还在低头看着石头。 楚天祥正好坐在这个人的身边,他瞄了一眼,没吱声,回头看起来茶台上摆放的石头。